地球生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8亿年之前 当太空陨石的密集打击渐渐消歇 原始生命便站住了脚跟 并开始了漫长而壮丽的征程 经过亿万四年的翻天覆地 沧海桑田 纪元更迭 世系变迁 我们这颗蔚蓝的行星上 终于涌起了澎湃不息的生命大潮 造就了千叉万输的众多物种 动物界 植物界 微生物界 是地球生命的三大王国 它们在不同的生态位上 并行不备 彼此依存 维持着惊人的和谐与微妙的平衡 我们不能不赞叹 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功 然而 当科学家把研究的目光 推向生命最本质的层次后 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三大王国的界限 便模糊并消失了 我们看到的是惊人的同源性和统一性 脱氧核糖核酸 这对不朽的螺旋线 造势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 共同根基和最高秩序 DNA分子长练 就像简单字母拼写出的复杂指令 操纵着每一种生物的生长过程 和全部功能 这就是生命的软件 基因 而传宗接代过程中 基因编码复制的失误和突变 则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 达尔文当年也许不曾料到 进化论中所发现的大自然 千万年才能做到的事 今天的人类却可以一蹴而就了 现代分子生物技术 能将一种生物的特定基因 剪切下来 拼装到其他物种的基因序列中 从而改造受体的遗传物质 让它的性状按人类需要的目标转变 这无疑是具有化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 难怪有评论说 转基因技术的出现 标志着人类已经能插手上帝的工作了 尽管转基因技术的研究 已经有几十年 但真正开始实现产业化 却是很晚尽的事 在这方面 一向格外注重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美国 恰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4年 由英国研究成功 却树枝高格的保鲜番茄 最先受到美国的青睐 开了转基因食品走向市场的先河 今天 美国寻常百姓餐桌上的转基因食品 已达43种之多 全国90%的大豆 50%的小麦和玉米 已经都是转基因作物 60%的加工食品业 以转基因农产品为原料 美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的 转基因作物生产国和消费国 通过我们的工作 我们有过来的 54个装处理 我们的装处理 要来到来的 装处理 那包括 54装处理 这包括13个装处理 It's getting better every year. I do not have any trouble selling my grain. I produce a very high quality product. I do know that there's some concerns about being able to eat this or consume this product etc. Many people recognize that biotechnology is the future because you can packag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grow your plant in a seed And so the farmer has fewer chemicals to work with and fewer just overall crop inputs which cost him money 其实幼年的人类打从发明了农业之日起就已经在觊触造物种的地位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一直试图用各种方法选育两种驯化禽兽改造作物和家畜的品质 与人工杂交相比今天的转基因技术做的还是同一件事 不过前者只能在种类和静元种间进行 后者却可以一直跨过种鼠科目肛门界的重重壁垒 拥有几乎无限丰富的基因素材和生命资源 前者是将整条基因链成建制转移 靠着经验和概率来碰运气 少不了大海捞针的盲目和旷日持久的筛选 而后者却只需切下最有用的一小段基因进行转移 带着胸有成竹的明确目的来修改蛋白质的制造盘头 自然也就更能精确地预见后果并大大缩短工作周期了 It's true that we change genes in a way tha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change them before,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haven't got a long, long history of changing genes, nor that w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hanging them in the laboratory. Since the time of Mendelssohn we know that by breeding within the laboratory in culture, 我们能够能够改变我们的重要种类型 包括摄取织织织 和预测光线 去改变他们的生物体化 这些生物体化的生物体化 是让我们摄取一个特别的织织 而它能够在那些特别的生物的家庭 转基因技术的一大取向 是增加作物的抗性 如今连千月末的抗虫水稻 抗虫棉花 抗虫大豆 不再需要仰仗农药的保护了 在害虫面前 它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自卫能力 因为它们的基因序列中 植入了从包牙杆菌中 克隆出来的Bt抗虫基因 能够分泌出一种杀死特定害虫的蛋白质 而对于人和其他生物却没有毒性 目前 全世界大部分转基因农产品 为Bt抗虫作物 立竿见影的效益是 不但增加了产量 缓解了劳动 还免除了将千万吨农药 倾泻到田间的污染 透明水平干地资金 产品是可抗产的 运动作物 是動物製生的 蜘蛛野生命土 高地困汽蔗 卻负轩 水平潍 材水平 the second largest crop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oybeans again close to eighty percent of the crop product here is soybeans and they are grown for two purposes one for insect protection and the other for greater yields so ye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have had an impact on pesticide use and it's generally reduced pesticide use where it's been adopted we've had Roundup around the farm for controlling weeds and grasses to keep the farmstead looking clean before then we knew it was a safe product but we didn't realize that we could actually apply it onto the crops 如果说除草剂的使用 常常让庄稼和杂草玉石聚焚同归于尽的话 这些油菜 马铃薯 矮切牛花 经过一番DNA修饰 嵌尽了抗除草剂的基因 就能够在农民对杂草发动化学战的时候 安然无恙 不再成为殉葬品了 此外 提高作物的抗性 还包括抗病毒 抗导服 抗炎寒 抗肝汗 抗贫瘠等 适应各种恶劣气候条件和严酷地理环境的基因 正不断被针拔和临选出来 配送到养尊处优 娇生惯养的作物中 这对于诸如非洲沙漠地区的农民来说 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水稻研究所前几年推出的金水稻研究所 堪称转基因技术的得意之作 对水稻动一个小小的基因手术 把合成β胡萝卜素的关键基因缝合进去 我们便收获了黄澄澄金灿灿的大米 这些饱满的子粒中富含β胡萝卜素 摄入人体就分解成两个维生素A分子 如果没有转基因的点金术 水稻再进化几万年 也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营养成分和经济价值 大众马的小说中描写了历尽千辛万苦 培育成功的稀释之真 黑玉金香 而转基因技术却可以轻而易举设计制造出 各种前所未见的奇花异会 今天 具有天然红黄蓝绿棕色的棉花已经推广 它们织出的布无需染色又永不褪色 还避免了加工生产中的化学污染 不断有消息报道科学家们是怎样在实验室里各具巧思的 许多新颖别致的转基因方案 都在为我们的食物增加蛋白含量 改进淀粉素质 减少低密脂肪 除去有害成分 乃至赋予前所未有的特殊功能 当我们明天看到各种水果在药店里出售 并标明着补钙 补铁 接种疫苗功能时 当我们饮用一杯牛奶就能治疗某种疾病时 应该不会感到惊诧 大自然深藏紧锁的生命密码 一旦被人类窥破 基因图谱上的加减乘除 将能够公餐造化 巧夺天工 我们的农业和医学将发生根本改变 没有人能够预见转基因技术 将在何等的深度和广度上造福人类 如果说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允许我们更高效地去完成过去的工作 基因工程的出现则改变了整个地球生命的 演化模式和发展进程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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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生的健康 如同任何一项科学新事物的诞生 都必定遭遇重重非难和抗拒一样 转基因技术的成长发展 也始终伴随着争议和抵制 多年来被反复用来质疑转基因技术的 所谓四大经典案例是 1998年苏格兰免疫学家普兹泰 关于转基因土豆有损老鼠健康的发现 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洛西 关于帝王蝶毛毛虫 用转基因玉米花粉喂养后 有44%致死的实验 来自加拿大油菜地理的超级杂草的报告 2001年墨西哥 关于玉米妈妈受到基因污染的调查 尽管这些事件早已经被科学界 相关部门和当初发表有关言论的杂志 予以基本澄清 但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 却尚未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来取代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1 is the amount of pollen that actually gets onto milkweed is very, very low and the amount of Bt protein in the pollen is also very, very low and you have to have the overlap of the butterflies monarch butterflies laying their eggs as well as you have to have that overlapping with the pollen distribution from the plant and those have to be synchronous as well so there's a lot of step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actually make it a hazard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complete picture again, the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papers concluded that the effects were negligible 转基因食品 究竟安全吗 既然Bt作物 能杀死昆虫 难道不会对人体 产生危害 其实 毒的概念 都是相对的 Bt基因制造的 结晶蛋白 只对特定昆虫组织中的 特定位点 和代谢环节 发生作用 而人的消化系统 完全是另一种 机制和构造 近十年来 两亿美国人 几千万加拿大人 和澳大利亚人 天天在食用 转基因食品 还从未听说过 一例中毒事故 反倒是自然食物中 四季豆 黄花菜 白果等 引起的灶带 秋水鲜碱 银杏分中毒 屡见不鲜 更不用说 食用谷物 常常发生的 麦角中毒 黄蛆酶 中毒 以及甘蔗酶 变中毒之类了 人们未必知道 Bt玉米中的 黄蛆酶素含量 低于常规玉米 三十至四十倍 无疑是更合乎 健康卫生标准的 Bt玉米中毒 有些货生的 货生物中毒 货生物中毒 and incorporate that trait into a plant, the target plant. Typically we will then have many small scale research studies where we will grow that trait out in growth chambers in our labs at Chesterfield Village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expressing the trait and not having any other deleterious effects on the plant. And then once we have something that we think looks like a very good candidate will take that to the field to actually begin doing field testing under normal growing conditions. 食品中的外源性基因是否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状况下 引起某种过敏反应? 实际上,转基因食品中植入的基因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动植物基因. 况且科学家早已将人类潜在的500多种过敏源 列入了黑名单,用以和转入基因所表达的蛋白进行对照 只要发现在成分上有相同或相似,便会坚决舍弃 巴西坚果的2S氢蛋白可能对一部分人群过敏 尽管转入大豆后效果十分理想 研究机构仍然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碍了 相反,倒是自然存在的食物引起的诸如海鲜过敏 牛奶过敏,蛋类过敏,花生大豆过敏等 在我们生活中层出不穷 而转基因技术的一大目标 正是删除作物中某些普遍的过敏物质 我们只能选择的基因 让我们看到有安全的可能性 所以,理论上 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基因 这可能有危险 但我们尋找基因的基因 从健康或环境的观众 那会有重点重要的方法 和经济的口依 健康的科技 和研究能力 和经济的工程 在非常重要的选择 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性格 尤其是不想理解 我们需要不再讨论 更多 不必须不想理解 我们必须不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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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我们吃尽的转基因食物 会成为潜伏在体内的特洛伊木马 干扰和篡改我们自身的基因 这更是缺乏基本生物常识的无极之谈 我们一日三餐坐上饭桌 满嘴都是动植物的基因 它们在我们的肠道中吸收时 早已被消化酶切割成 不再具有基因编码的单体核甘酸 因此既不可能吃基因补基因 也不可能吃基因改基因 否则整个生命世界早就乱套了 关于作为载体而使用的抗生素标记 会不会导致抗药性问题 应该说人类对抗生素的耐受性 主要源于医疗中对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标记基因 根本不可能水平转移到肠内细菌和肠道上皮细胞中 再说 今天已经基本不再使用抗生素标记了 转基因作物会破坏生态环境吗 转基因技术的初衷之一便是保护环境 BT抗虫作物在美国推广以来 六年间便少用了五百多万吨农药 为防止地球上出现寂静的春天 做出了成功尝试 至于经过BT作物的一代代选择 会不会产生出刀枪不入的超级害虫 科学家们也是早有对策的 比如在作物中同时转进两个不同机制的抗虫基因 害虫产生耐受性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更富有哲理的高明举措施 对害虫采取给出路的政策 在BT作物的大田里 留下一小块常规作物的特区 作为害虫的避难所 这样就更不可能逼出超级害虫了 所以我们转双基因以后 因为第二个基因 它对第一个基因没有交互抗性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双基因的 第一就是能延缓抗性 这样我们通过实验以后 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 另外就是 万一某一个地方 对某一个基因有抗性以后 这样我们这双基因 还能把那个已经抗性的基因 这个虫子还能把它杀死 如果你看到一个 book something like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which really star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chapter she talks about this bacterium called Bacillus thuringiensis or BT and why is that not used more? Well there were a lot of reasons that it was not used very much when it was used as a foliar spray broke down in the sunlight difficult to get it to a lot of different parts on the plant where the insects would feed however when this particular BT protein was engineered so the plants would express it it became a very very good insecticide 会不会通过自然授粉 引起转基因作物 向周围植物的基因飘移 而招致生态灾难呢? 要知道 同种之外的生物 遗传物质的交换 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否则 也用不着靠基因工程 来打破物种间的屏障了 农田周围的花草树木 应该和转基因作物 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保险起见 美国有关部门还特别规定 一种转基因作物 不准在其野生 近亲大量存在的地区投放 Some of the aggregates are a little bit big Most of the charges around gene flow don't have a basis in good science as far as changing creating super weeds or super pests or causing mutations in fact the kinds of mutations that will happen anyway that happen all the time in nature are not changed at all by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tic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basic philosophy or approach in the regulations is to keep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lants separate from other plants while they're being evaluated the developers believe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safe they do them in these field tests where the material is confined apart from other plants and then as they get that information from those field tests to confirm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the case that they would be safe then they can come to us for a decision that they no longer have to go through these special conditions to keep them separate when they're growing in the field 美国政府 虽然对转基因技术 鼎力扶植 但轮到批准 具体一项产品 进入市场 却是言之又严 慎之又慎的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农业部 环境保护局 三大部门 分工明确 依照各自的程序 独立运作 共同形成了 十分严密高效的 安全保证体系 由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经合发展组织 共同确定的 实质等同原则 是全球公认的 食品安全性 评估最高标准 在美国 一项转基因食品的审批 最少需经过数年时间 至今还没有 一粒动物性 转基因食品 或准面试 实际上 在这种程序 的科技 预计 预计 更多 药物品 比较 更多 药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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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在美国 美国 我们必须 要议 对于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转基因技术 广大公众的疑虑和警觉 是十分自然的 而有些根本不具有 起码生物学知识的媒体 却特别热衷于负面炒作 一度在公众中造成严重误导 那些强烈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 以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呼声 自然无可非议 然而公众更重要的知情权 却是对转基因食品基本概念 科学原理和事实真相的知情权 否则 其令随时能把它们厌明正深 也不会具有真正的理性态度和判断能力 相信用不了太久 贴上标签的意义 便不会再是把混迹于自然食品中的 弗兰肯食品揪出来示众 而会成为人类智慧的骄傲展示和光荣检阅 转基因食品终将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和大宗 明镜继继继继续 I think it's safe it's not a story, it's not news if they can say there's a danger then that's news but this is not true abou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As we grow more and more people on the Earth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stop a technology because they're suspicious they should just require that we look carefully at each technology and make sure that we're minimizing the risks while we maximize the benefits 人所共知 对转基因技术的毁育褒贬 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 暴以磨冷 暧昧或拒绝心态者 更多是出自商业利益 贸易保护诸方面的考虑 也许还涉及到文化 伦理 道德等层面 有论者说 如果在谷物中导入某些动物的基因 将严重冒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感情 但从科学的意义上 几乎所有生物都有大量完全相同的基因 人类虽贵为万物之灵 但和我们的盘中餐水道相比 竟有30%的基因一模一样 而谁也不会认为 我们吃米饭就是吃尽了30%的人肉 尽管如此 今天的转基因食品 都是避开一些动物基因的 我认为人们要做的状况 ik think people do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culture and finances 那是我们做的一种人 为我们做的一种人 Scientists often要去设立问题 though here we have just data give you the right data and then there's the answer but that's not the way we as humans work 我们做的一种人 我们 pred信用 what foods we're familiar with and all of that feeds into the decisions about what we'll eat or what schools we'll go to or who we'll marry or anything like that. Most of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in creat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have been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have very, very aggressively marketed those products. Some would say too aggressively. I think that's created some resentment. On the part of many Europeans. So we have to consider every aspect of any technology, not only GMO technology, but any other technology, whether there are any negative effects on human, for mankind. If there is, we have to address those issues. And if we do, like, step by step, every aspect of thi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more positive effects, and there are negligible or very low risk at this time from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this could be very much benefit the people. If we use judiciously, again, I'm saying judiciously. 当世界人口持续增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时候, 当发展中国家有十二亿众生仍然处在温饱线之下, 无数婴儿提鸡毫寒,熬熬待补的时候, 当人类负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倾注了无限心血、感情和智慧, 希望用转基因技术为世界最终解决饥饿问题提供现实可能性的时候, 那些百般挑剔、刻意非难的声音也许听起来振振有此, 但却显然是不尽情理和有失公允的。 今天的转基因技术当然远远谈不上完善和成熟, 但科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能靠科学来解决,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 五千年来,以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 最深刻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 一九九五年,美国的布朗先生曾在世界观察上写过一篇妙文, 叫《谁来养活中国》,提出了中国会使世界挨饿的观点。 而我们却靠着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成功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继续增加, 人多地少的矛盾将在中国变得特别尖锐和突出。 结论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的唯一出路在于农业革命。 国家制定的863计划把生物技术列为优先发展项目。 中国转基因研究的许多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全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超过一百万亩, 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而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则是让公众走出关于转基因技术认识上的种种误区。 切莫让我们的民族以阴暗、胡怡、借俱和首属两端的心态, 去面对生机蓬勃的新一轮世界性竞争。 随着城市的发展,耕地面积越来越少。 而我们本身的国家缺水,干旱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而且同时有大片的国土是严检地。 那么我们粮食增加的潜力可以说是有限的。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 那么要满足我们未来人口对粮食安全的需要是不可能的。 转基因农作物的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 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世界方面也好,都是这样。 尤其在我们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个农业大国更是这样。 因此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更严峻的形势,或者叫挑战。 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转基因技术啊,来改造我们农作物。 使它能够比较好的利用水资源,比较好的利用这个肥料,能够提高品质。 二十世纪下半叶,曾被我们称为信息时代。 当人类把信息技术一直用到了DNA双螺旋结构中后, 生命科学就成了二十一世纪科学的先导和主宰。 今天,生物技术正以八个月翻一番的加速度飞快发展。 有人惊叹说,我们骑着尿布就已经进入了青年时代。 而人类历史的前进在猛加速和急转弯的时候, 也许会把缺乏准备的民族抛出文明的车厢。 中国绝不能够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绿色机遇。 我们的队伍要早些上路, 才能和世界一起分享生物科学时代的黎明曙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